大家好 这里是汪哥说的另有 我是弟弟 我们看的这个短片叫做环药房自行车赛 短片通过纪录片的形式讲述了1982年环法自行车赛中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这场35亿观众的赛事是在当时最受瞩目的赛事 但也是最具争议的体育赛事 这场赛事之所以被称为环药房自行车赛 就是因为众多选手做了弊 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席被查出背负着严重的信用卡问题 为了还清债务 他向每个参赛选手递了纸条 选手们只要向他支付5万美元就不会被要减 而后联盟主席被控告 而大部分选手都因为寄出了贿赂金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只剩下5个选手 考虑到取消比赛对这5位不太公平 所以国际自行车联盟决定继续举办比赛 这5位选手刚开始都不想领旗 他们都争着当最后的一个 所以赛事进程缓慢 甚至有人在路上谈起了恋爱 这是一位来自美国的选手 这位选手出自体育世家 他的叔叔是棒球界的首位黑人运动员 虽然他无法超越叔叔 因为他不是这些项目中唯一的黑人 但自行车赛让他看到了机会 因为这是最后一个没有过黑人的运动 但他现在沉迷于谈恋爱 一个记者采访时问选手金毛 他们是不是本来就奇不快 金毛被刺激到在比赛时大爆发 一时间所有人都怀疑他服用了激素 警察在他的冰箱里查获了猎豹血 虽然注射猎豹血不能让他成为猎豹 但金毛还是因此丧失了比赛资格 接下来的金牌争夺人屈指可数了 一位意大利选手白胡子 激情不浅地踩着踏板 呼啸着超越其他选手 甚至连方便也不曾停过车 他将体能推到了绝对极限 率领众人冲上了山顶 就在解说员惊呼 他是如何做到的时候 他的心脏骤停当时正在下坡 他的自行车开始俯冲 却没有人发现他已经死了 还在直播里夸赞他的速度敏捷 一直走了12公里 他的车掉下悬崖 人们这才发现不对劲 经过尸检 法医曼发现他服用了兴奋剂 还发现了其他各种各样的毒品 接下来只剩下两位选手了 因为是来自法国的一位女选手 以及一个来自尼日利亚的飞翼选手 但当时这个比赛属于男人的竞争 没有人相信一个女孩能够做到男人做的事 为了能够顺利比赛 女选手假扮成男人 俩人相处十分融洽 一点没有比赛的样子 女选手以为男选手识破了自己的身份 和他悄悄地去了小山丘 俩人在那里发生了关系 可是外界不知情 于是他俩成为第一队公开出柜的运动员情侣 他俩将自行车拴当一起 决定要输一起输 要赢一起赢 可是没想到最后的一个决赛阶段 国际自行车联盟发消息说 采访他们的记者每一个阶段都跟齐了 所以他也获得了决赛资格 一宣布完这个消息 几人傻了眼 记者一个漂亮的后空翻越过了他们 女选手为了男票能够赢得比赛 将自行车的绳子解开 扑向了前方的记者 就这样只剩下最后一名选手 而他即将代表非洲赢得比赛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那个中途谈恋爱的黑人选手居然追了上来 俩人你追我赶到达终点 最后还是黑人取得了胜利 而他成为了第一个赢得这项比赛的黑人 得到了无上的荣耀 另外两个就比较惨了 男选手输掉了比赛 不见了女票 女选手因为撞击记者 将他不小心撞在石头上摔死 被判刑35年 没想到他们的爱情 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这场比赛精彩十足 最吸人眼球的还是这些选手 同时也讽刺了 药物在体育界的泛滥 那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